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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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這是Future 你正在看Toyze TV 又回來了,德哥 很快的,很忙 阿波克在這裡,我們先說 新番,什麼叫新番,不是新番 不是新番,是動畫的 因為6月7月頭都有新季度 我們上次也說了 也會先說一說新的作品 有幾套可以說 等我回來再說,真是謝謝你 那就好 上個星期本來想說 賀子,德哥不在這裡 賀子這麼嚴重? 有些人萬眾期待 有些人可能需要時間去 沉浸一下 一套等了很久 講了一年多兩年 巨靈神 就是重新的 巨靈神 不是衛先 很難 有些什麼動畫的收視 可以去到百分之百 但是在法國 先講講歷史 你用法品解釋一下 巨靈神 不知道詳情 我不是很清楚 但其實近乎是第一套 在歐洲播映的 起碼是超級機械人動畫 應該沒有走機 是第一套 在法國是非常非常受歡迎 那種受歡迎程度 我想超過所謂的 V型電池人為菲律賓 我想超過 我不敢肯定 但我未見過 首先那個情況很容易理解 因為某程度上 他們播過的機械人動畫 亦不多 變成了兩三套 其實講兩三套 可能講多了 因為我記憶之中只有一套 即機械人動畫 如果說真的全國 不是在細機械台 而是全國電視台廣播 吳計特攝應該是巨靈神 差不多是唯一一套 唯一 七十年代尾 九十年代 我記憶中 都不是那麼多套 我不明白為什麼 它是Hit了巨靈神 但它沒有Hit到機械人熱潮 其實剛剛下一個問題 我想問既然巨靈神那麼熱 為何它不帶其他機械人的動畫 進去法國 某程度上 譬如特攝機械人 它是帶起了 之後 POWERANGERS 很多特攝機械人 它都會有在法國播放 但是超級機械人動畫 其實巨靈神是空前那麼成功 我剛才跟阿鍾哥說過 我們小時候 在法國 每一年會出些年鑑 以前香港可能都有叫年鑑 即是政府出版 或者有些大的出版商 就是今年在國家發生了什麼大事 我在圖書館那裡回看 法國的1970年 我忘了是80年還是哪一年 播放巨靈神那一年 巨靈神是在年鑑的封面上 國家級 匪夷所思 所以那種流行的程度 我是80年代中後期去到法國 它都還在播 其實它沒有拿來信 有 有 我正在說年鑑 那不清楚 它當是新聞 這樣播出 但總而言之 熱潮 其實它不像香港那樣 去買新片 外國電視台 無論是美劇 或者日的 日本動畫 都頗接受重播 所以夏樂股 巨靈神這些流行的動畫 它每年都是這樣播 我想從70年代尾到80年代尾 甚至90年代初 巨靈神都還在播 這就是巨靈神原早那一套 即是七多年 七四年 應該差不多 七四年 那一套的作品 74集 今次reboot版本 現在只做了一集 但現在這一集 如果大家有看過 阿波哥看過 看過了 德哥還沒看 還沒看 不要緊 不要緊 如果現在追回舊版本 差不多頭二十集 就精華在頭一集裡面 差不多 一集一分鐘 雖然發覺很紅 但我沒怎麼看過 但我看過劇情 我就覺得很跳 很快 追了下來 幾個月後 One moment later 然後 那個杜雷特已經騎馬 然後又懂得開車 又懂得人類的畫 這就算了 這個我想是正常 外星科技可以翻譯 即是即時版本 已經很朋友 已經清兄道弟 以前那個版本 就要用很多集 慢慢去鋪排 讓大家去感受 那一件事 現在就沒有了 絕對明白 因為以前用兩年時間 去做的事情 現在我猜 他用這樣的速度 應該是十幾集 應該都是 貴了 貴了 有很多事情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件事 當然是幕後製作班底 大韓內一樓的劇本 福田做導演 星優或者無敵 永正浩松 星優很厲害 見到粒粒階星 那你想著動畫 還是很厲害 先說誰給錢 是 端鼓 因為我沒有實質的資料 我應該都沒有錯 應該是跟一些中東的郵王有關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看到裡面 你經常會見到一些中東的背景 在裡面 特別是人穿的衣服 你不會見到一些日本的動漫 是會有一些地球另一邊的設定 很前的經過 對 譬如有個飛彈飛下來的時候 走爛那些 我明明知道原因 但我看那套劇當下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認識到 應該有些中東的投言 一時間我都沒有想起 應該就是資金來源 是來自那裏 絕對是 不是應該 連背景音樂也有 背景音樂有一段 特別是 我不敢肯定現在是否譯成杜雷特 我忘記了 不知道 因為以前是叫做大衛 大衛 他變身後叫做杜雷特 因為他的眼睛應該有超能力 出超能力的時候 呼喚聚凌晨 那個音樂突然間有些中東的感覺 我聽下去的時候 而且他的眼睛會有效果 那些眼睛的效果 不是亞洲的 就是圖騰 圖騰是有些中東特色 其實不知道是什麼字 可能是有意思的 不知道 變身 所以很明顯 他是將某一些不同 地球另一端 中東那邊的元素 慢慢滲入這套版本裏 而我覺得不難的 完全不難的 是接受的 我看的時候我沒有在意這些 我純粹是看劇情 簡單來說 這個反應 是說另一樣的 Walker又出現出來 我們說是粒粒皆升 為什麼 因為我的期待值很高 你覺得每個人都說聲優又出名 然後又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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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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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好像是一些BC級的製作 是 畫面的畫工 第一集已經有畫崩 第一集已經有畫崩 這個東西很少可 他不算說崩壞也很重要 他不算嚴重 是很簡單的Animation 是啊 我會期待 你全部都是A grade的製作人 你應該是A grade的Production 但是現在 B minus 入到C B minus 我會有一點奇怪 我真的會有一點奇怪 為什麼我們叫做五鄧青 唯獨是 我又跳出來 用一個製作人的思考角度 那些錢去了一些人 所以製作沒有錢 以前香港電影很多都是這樣的 明星收得貴 製作就要省錢 全部是因子丹的份量 顧天樂的份量 就是這樣 這個很窄洗 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他七月做 我剛剛看完 你知不知道我看完哪一套 就是《鬼滅之人》 你這樣被死定 我剛剛看完《鬼滅之人》 第八集 上一季的第八集 那是劇院級數 那是劇院級數 我看完那個 然後我看《鬼滅之人》 更高的巨靈神U 是這樣的 就是那個反差 你就知道 《鬼滅之人》 是真的有他成功的道理 還有一個很奸搞 我覺得就是 他整套劇 我剛剛這樣說 畫面的質素 都是中 甚至中下 去到巨靈神出場的時候 雅前一兩 那裡就比多一點 上回一點 上回一點 很閃 都是畫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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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那些作畫 顏色 豐富了很多 分明就是 《鬼滅之人》 就是賣玩具 不過另外一個 都稱讚一讚 鐵甲馬林俠出場的時候 都可以的 鐵甲馬林俠出場的時候 都可以的 還有你要接受 我們小時候 他翼的飛翼 Scranta 叫做噴射飛翼 那時候 或者叫做噴射飛翼 現在叫做 你要接受 那對噴射飛翼 就是一幢大廈裡飛出來 還有你要接受 那個基地在中東 你要先明白這件事 就是那條翼在那邊 我也可以 他日生月異 其實是國際的 是 那你外星人侵襲地球 不是每次都要日本的 是的 對的 重點 沒錯 中東什麼都是石油 能源 要先摧毀能源基地 空地 方便降落 天氣乾燥 不過雖然說第一集 剛才用了四個字形容 不能出街的 放心 四個字是水過鴨背 就是覺得整件事 我看完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譬如我看過舊版的 我會明白劇情的走向 這樣這樣這樣 因為這樣這樣 將來會這樣這樣 但是如果沒有看過 從來沒有看過舊版的 你要看新的這一集 你會有什麼感覺 其實是否消化到 你將二十集變成一集 很吹版 消化到的 你會看到劇情轉向 還有人物的關係 你有知道他想說什麼關係 但是你完全感受不到 因為太趕了 他沒有時間鋪排 如果你又沒有看過鐵甲萬能俠 那你就會明白 不明白 你會不明白 為什麼鐵甲萬能俠要出來 為什麼他會駕駛鐵甲萬能俠 因為他現在做了一些有錢仔 就是杜劍龍 兜格尼做了一些有錢仔 他有一個財團 你會不明白 只是覺得他不是一個有錢仔 但是整件事擺在中東 不是比較合理 但是他是日本人 但是那邊的人 每個人都有錢 原丁也很有錢 以前我們小時候看 因為有鐵甲萬能俠 你會覺得劇靈神很厲害 但是現在我未覺得劇靈神很厲害 但是他也很厲害 因為他首先第一件事 是有少少弱化了鐵甲萬能俠 這件事不可以叫扣病 你只要明白主角和配角的分別 就不會像路仁真和姬拉大和說 通常新的也是比舊的厲害 還有在電影版 你才會看到鐵甲萬能俠和巨靈神同台 在電視版只是角色同台 但是鐵甲萬能俠是沒有出現的 那時候鐵甲萬能俠已經入了博物館 不需要直接比較 沒有了這件事 現在這個版本是直接放在一起 鐵甲萬能俠已經被人拔爆了頭 而巨靈神是華麗很多 華麗很多 華麗很多 他第一個殺敵那個電 已經是拿你命三線 即是拍在一起的那個萬能俠就好像火柴人 很簡單 四個刺織筒 然後巨靈神就整個神像 會不會用這個造型去出超級金和合法 會 但是之前他做這個動畫的宣傳的時候 他擺了一個彩板 不是灰霧 他的造型是跟現在新的設定 即是手長腳長拉長了 你接不接受就是另一個故事 對 對 同意 好 說了這麼多之後 德哥還沒看 問Walker 你期不期待第二集 因為始終都是這個編劇的名氣 我就是有一種好像水星魔女的感覺 就是初頭比較兒戲 突然會不會轉到一些劇情比較緊湊 有些意想不到的陰謀 有些黑暗 有些愛核前面 希望會有更多 因為第一集的人物真的很平面 大韓內一樓的幾套大家都很熟悉 例如魯魯秀 水星 他那個走向 最初是偏向於放下很多謎團 伏線 但是是偏向於輕鬆 例如魯魯秀最初是校園 但是他有很多東西 開始有些技術 例如水星魔女最初是校園 但是他會放下百合 很多機械人打鬥 放下很多東西 你這次有BL 不知道 應該是誤會吧 這次一樣的 你開頭可能要先暴走很多劇情 看看後面會不會令到大家眼前一亮 因為大韓內的作風就是 開頭越輕鬆後面就越弱心 看看他會不會走這套路 坦白說我相信近期的機械人翻 真是很少 先撲估物論 算不算炒冷飯 但起碼有一些機械人的新翻 我個人來說我都會支持 SAMUEL說 今次萬能俠的死樣子最壞 被人拔了頭 他今次萬能俠的造型 其實是跟回最早期的設定 他想說是死相 XXLOW也有問 鐵甲萬能俠和巨寧神的機設風格有很大差別 一個是外星文明一個是地球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走向是對的 有些不同都可以的 有位師兄說我咪小聲應該沒事 可能你那個 我都沒事 有聲 大家聽到 很快我們再講多一點 然後再開箱 再講另一套 好 很快講講就是一個筋肉人reboot 不是reboot sorry reboot的意思是重新作 不是重啟 現在是逐著最對上一次 延續 延續 舊版就是三十多年前 我一集都沒有看過筋肉人 我現在太了解 我當時就看亞洲電視 你是粉絲來的 我和作者有拍照 有給筋肉人簽名 好玩的 這次我看了第一集 在Netflix也有做的 我看了第一集 基本上第一集 當然是重新畫 但它全部是回憶 第一集是一個總編集 他將之前一些名場面 或者雷台鬥爭 即是戰爭和關係 他很快重新畫過 講完給你聽 20分鐘 我未看 但變成這樣說 我反而覺得重要入口 但是這樣 我剛才放了兩集一起講 將巨靈神U和筋肉人 放在一起講 一部我以前看完 他現在重新再畫 一部從來沒有看過 他有繼續畫 我反而看筋肉人的時候 我一直看很多問號 因為如果我看過的話 我應該知道 究竟他想說什麼 但我現在從來沒有看過 我突然跳去看 新版本的第一集 我覺得很 太多資訊 是五雷轟地 很放誤 因為太多資訊 很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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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 而且他們在這一集 都講完他們的關係 不厲害 只是講給你聽 只是講 你不講 即是龐白地講 即是角色講回 我一直講 看到現在 全部都不太記得 譬如說 為何筋肉人最初沒有穿衣服 後面還未有件 好像背心 又不同顏色 很多造型 為何呢 會有很多問號 但你看開舊版 可能會有慢慢鋪排 慢慢有解釋 這些我看不到 感覺不到 從查完 好像在通天國 還是哪裏 長期都會擺 這個筋肉人的展覽 有興趣 就自己可以看 大家不妨看看 都是一件好事 另外很快多謝 Charles Ranci 多謝你的提供 是的 還有一套 都是一個舊版 就是聯馬 聯馬二分之一 好東西 看完這個 山天亂復星之後 馬上就做聯馬 這次是reboot 還是續作 reboot 應該是reboot 沒有記錯 他和阿林都是reboot 所以又可以看到這個 飛龍升天破 和猛虎落地勢 因為山天我就明白 因為這個動畫 是很久以前的作品 但是 他也很久 老闆 聯馬相對 九零年代 你說拳東西差 是什麼 Carles說 筋肉人第0集 就變成了中年好聲音 我又沒有特別留意 他的聲音 會不會用回當年那些 但我不贊成這個比喻 因為他是緊接 筋肉人他們是沒有老道 都是用回那個年紀 就不是的 另外也是多謝Calming Phone的提供 是呀 魔法騎士 都好像reboot 是呀 如果真的喜歡看Claim 基本上大家都真的要留意 估你不到地 其實上次魔法騎士 圓得挺好的 你在圓得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去做俗作 究竟會有什麼看呢 好 看下去 我們這一段說這些 待會開箱回來再說 鹹蛋超 好 稍後見 我做什麼呢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從以前作為一個觀眾去看Toys TV 到現在可以成為一份子 一起去做Toys TV 忽然之是開心 那麼多年來 做了那麼多一件事 我想真真正正 現在會感覺到很單純 和很清傳一般的喜悅 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在Toys TV 裡面說說玩具的事情 希望可以將這一份的樂趣 每一天和大家分享 一天都有Toys TV